中美好 部長 2400億是一筆龐大的預算 我想我有這個義務 把國防部要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跟我們的民眾報告 是不是大概可以跟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2400億大概花在哪一些領域 跟因應哪一些作為 它的原因就因為敵情的威脅 最近大家都已經感應到相當的急迫 壓力很大 那另外我們這個錢花在哪裡呢 就要對我們快速提升戰備整備 跟我們國防的力量有關的 而這些有關的話 就我們既有的技術已經成熟了 也基本上有負責 以及有一個基礎一個數量 但我們算要增加的話 一定要在一個技術成熟 而且有量產 這功能的這種方面 去做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不算出來 那就飛彈類 跟高速 高效能艦體 這都已經既有了 所以按照這個來發展的話 就歸納出八個類 有十個暗次來做發展 有沒有辦法用這個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 來大概講一下 比如說我們要建構飛彈 是因為對面的這個飛彈的數量增加 我們要我們要買車子 是因應登陸的作戰 大概我們是因應哪一些特殊狀況 會在這個時候選擇變列2400億 我們台風防禦作戰 自空自海 就是為什麼要將在自空自海方面來琢磨這戰力的 因為在海上的時候 它的戰力是最難發揮的 所以我們就看這一點 我們就強化我們的強點 這就是一個點心的不對稱作戰 那如果說還要再講個平易點的話 大敵當前了 手上有什麼東西就要 就要抄家夥了 今年跟去年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會選擇在今年去編列這2400億 因為前年2019年才十多架到這邊 去年已經變成300多架 那時候就有這種 就要 就有個警訊了 我們覺得有個必要 哪邊要強化 經過一年準備嘛 所以今年我們把這個端出來 所以我跟鄉親報告說 因應到阿強阿這邊 有可能對海軍跟空軍的戰力加強 所以政府需要承諾這條醫生 來增加我們的國防安全 我這樣子跟他們講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 我原相表達就很好了 因為覺得很清楚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上一次聊到一半 在這個共軍擾臺數量增加的情況下 因為美國國務院這個發言人Price 他說Strongly urge 就是強烈督促北京 那另外呢 這個澳洲外交貿易部的發言人也說 中國過去對台的這個動作頻繁 那我們上一次有聊到 新型態防護安全威脅 他有一個灰色地帶 這個叫做灰色地帶的衝突 是共軍對我們可能施展手腳的一個地方 可不可以再詳細說明灰色地帶 國防部的定義大概有哪些 其實灰色地帶 我們要來界定的話 按照常理來講 就有個模糊的一個界線 譬如說海峽中線 嚴格講起來 就是一個模糊地帶 因為中線的界定 並沒有任何簽約的 只大家一個認定 那今天它破壞的話 這個有破壞可能 那就一個模糊地帶 何況在我們西南角這個地方 當初的兩線畫那個點 旁邊有點 到我們ADIZ有點缺的 那個它把它當作一個模糊地 是灰色的一個地帶 副長你認為 ADIZ 它是一個灰色地帶 在西南海角 共軍繞這個飛機來擾台 那海上的會不會更模糊 海上嚴格講起來 有海峽 這個海岸線它有一個界定的 多少海裡 這個都很清楚 如果超過了 那就是不應該叫什麼模糊地帶 都很清楚 我自己也去過馬祖 我跟馬祖的民眾聊 他們可視範圍裡面 可以看到幾百艘的 這個抽殺艦 對他們來種是種威脅跟恐嚇 但我實際我也做海巡的艦艇 出海 看他們的衛星圖 事實上是在 我們所謂的限制禁止海域 六海裡內完全沒有敵艦 但問題是 對他們來講 看起來就人心惶惶 同樣的 就日本最近防衛城公佈的狀況 的確台灣附近也有這種 當然我知道那個線很明確 他如果進來一定會發生事情 可是他在外面這樣繞啊繞的 起始跟攻擊擾台的 他的概念是一樣的 國防部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判斷是否公佈 他的有沒有一個標準 或者是當然上一次有提到 擔心台灣民眾 來一艘我們報一艘 人心惶惶 那麼我們大概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一定要進來才能報吧 大家大概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我們可以跟這個台灣民眾講一下 這個他們可能有不軌的企圖 上次有一個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所說會把握這個時機做報告的 有異於平常的 但是平常我們還要考量到 假如一個長期 他都保持一個很緊張壓力 久了以後也會變成平常 這我們會避免 是 從一開頭有異於我們日常 譬如平常 他一天 大概搞一架兩架在台海巡域 這是很平常 可是今天突然變五架六架了 我們就要偵查 就要去監控 他的五六架他保持多久 如果連續幾天 那這就異常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一定會做報告 空中狀況可以如此 海上船艦也是可以的 如果需要的話 國防部一定會對外發表 有這個異於平常的這種狀況 這是我們的責任 一定要公出於是 就戰略位置來講 台灣最需要的觀察的就是 進出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 那我不知道共軍的艦艇 進出的頻率大概多頻繁 我跟委員報告 公國海峽 巴士海峽 台灣海峽 對我們來講都是 能夠接近台灣的 對我們來講都是重點 但我們的領域 在我們的領海以內 我們會分嘛 快到領海了 我們會做一個警告 就我們自己知道 那不管從海上從空中 我們會分別去做一個運作 我講的今天不是我們的領海啦 就是說他如果進出這個台灣 經過台灣的 大概頻率是多少知道嗎 這可以講嗎 頻率是蠻高的 每天都有 因為這個台海是個公海 很多外籍的船艦 那你要把它算在裡面的話 每天都有船 但是每天都有船 數量就不得了 就看對我們有沒有影響 好 部長我最後給個建議 台灣在所謂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 最重要的就是 中國沒有辦法接近太平洋 所以他進出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 其實就是他們在做演習的一個重點 我希望國安部可以研議一下 進出台灣這件事情 是否可以適當公佈 共軍船艦的動態 比照這個共機在我們西南海域 我想這兩個重要性應該是 可以來評比的 部長參考看看好不好 可以可以 好 謝謝你 謝謝委員 感謝主席 好 謝謝村莫委員的質詢 感謝主席